距離選舉只剩四天 卻傳出公股事業疑似介入輔選 唐榮鐵工廠員工出面指控 總經理黃宏都從上星期開始 每天都約談員工 以加薪為由 希望能支持特定候選人 總統的部分 總經理請我們的同仁支持 馬英九 立委的部分 國民黨的候選人是哪一位 他協助唐榮公司 什麼事情 公然的在做這個普選的動作 所以幫我們調心 已經跟上面協商好了 不需要你們達成 然後希望員工挺挺某某候選人 可以這樣子做嗎 拿加薪當籌碼要求員工挺馬屋 唐榮高層引發爭議的做法 不只這一樁 民營化後虧損連連絕在上個月 突然以人力派遣名義 禁用了11名沒有證照的員工 從事技術專業工作 讓人質疑這背後另有目的 禁用了這16個人 根本沒有任何技術層面上的操作經驗 或者是他有任何的技術徵兆 真僱用 真仇用 然後他用仇用來行浮選之時 如果說人家公司要幹什麼 我們都要去防範每一家公司都有問題 每一家企業他要去用什麼人 你就說他這是為了要選舉增加人手 那如果他裁員 你說你想想景氣不好無薪假 這什麼道理啊 針對指控國民黨團立即搏斥 距離選舉腳步逼近 執政黨再傳濫用資源輔選 用條件當籌碼換選票 難免惹人非議 三立新聞王彥均 黃明韻 謝凱旋 張俊德 台北採訪報導